首先那都是李安华今天再次强调 政府对于贪污的零容忍态度 他表明无论是在野党还是亲政府的政党 只要有人贪污他都不会妥协 安华表示一旦执法单位掌握到充分的数据 事实和确凿的理据 就必须严办彻查 就算调查目标是大人物也不会留情 如果有人告诉他有一个案子 我相信我没有解释 我相信我没有解释 但是我相信他知道我真的有关事 如果有关事我 如果有关事我 我支持我 我没有解释 我没有解释 但是我确实在这一切 我对于贪污 我对于贪污 尤其是贪污 安华今天在2024年首相第一号指令的推介仪式上致辞时坦诚 对付涉滩的大人物会掀起争议 因为这些人拥有庞大的资金 在社交媒体又具有影响力 可以挑战执法单位的权威 不管怎样 安华希望各方都不要将有关执法行动政治化 另外安华出席2024年国家良好治理座谈会时表示 那些在海外拥有大量财富 却拒绝让人调查财富来源的人都不配成为领导人 他们应该敢于面对任何风险 因为被夺走的是孩子们上学的钱 也是公务员的额外剪贴